尊敬的真邦法师 请大赐格各位常驻法师和各位护法居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能有机会来河北保定大赐格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佛陀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讲经说法 佛教里面讲有三学 就是戒定会 修持上就讲有文思修 文思修第一个就是要听闻正法 如果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机会 听闻正法 就能够受到正法的熏修 这样反反复复的经常的熏悉 在我们的八十心田当中 当然就能够播撒下无量无边的正法的种子 这些正法的种子就会在我们的八十心田当中 深根 发芽 成长 就会引导我们逐渐的走向解脱和成佛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念 开经济 我启头以后大家一起共同来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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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讲得特别详细 所以在要重点突出的地方 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 其他的地方 我们就不详细的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突出重点 我念一段 讲一段 请大家打开经书 第四页 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如是我闻 一时薄切范 由化诸国 至广延城 驻月银树下 于大比丘众 八万八千人聚 菩萨摩赫萨 三万六千 几国王大臣 佛罗门居士 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无量大众 恭敬 为绕 而为说法 我阿南 亲自听文 佛陀 对我这样讲 那时候 世尊 博切范就是我们所说的 世尊 范语叫博切范 翻译成中文 叫世尊 当时 在印度 用游行的方式 教化众生 也就是说 在各国走来走去 由一天呢 就到了广延城 在月音树或者叫药音树下 为大众开源说法 印度的天气 比较热 有些树长得非常的高大 比我们平常见到的树要大得多 那个树音呢 展开了以后也非常的大 因此啊 有的时候讲法 并不是在殿堂里边 或者物舍里边讲 就是在大树下面讲 当时也没有扩音设备 佛讲法的时候 不但大会上所有的人 几千几万的人 可以听得很清楚 就是人间其他地方的人 也能够听到 天上的人 也能够听到 乃至于 其他世界的众生 在佛陀 不可思议 慈悲力的加持下 有缘的众生 也都可以听到 当时和佛陀 在一起的 有大比丘重 这个地方呢 是写大比除 这是由于翻译的不同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大比丘 有八千人 而不是我们平常所听到的 一千二百五十人 这回呢 比较少 但是呢 菩萨比较多 而且都是大菩萨 菩萨摩合萨 摩合就是大 大菩萨 大菩萨 有三万六千 除此以外 还有国王大臣 还有婆罗门 居士 婆罗门呢 是印度掌管宗教的种族 是四种种姓里边 他们认为最高的一个种族 这个种族里边 修行人呢 就是居士 居士的意思是 居家学佛之师 我们平常说呢 就是优婆色 优婆语 男居士 女居士 以及护法龙神 天龙八部 后面还有一个等 等就是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此世界 彼世界 乃至无量世界的 有缘 众生 所以下面讲呢 有无量大众 无量大众 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来局限它 可见这个法会啊 规模非常的宏大 所有来的人 都恭敬围绕在佛陀的周围 佛陀来为大家 讲这个极其殊胜的钥匙法门 看第二段 耳识 曼书失利 法王子 成佛威神 从作而起 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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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 右膝 着地 向伯切范 取功 合掌 白眼 世尊 为愿演说 如是 相类 诸佛 名号 几本 大愿 殊胜 功德 令诸文哲 业障 消除 为欲利益 为欲利乐 相法转实 诸有情故 每一次法会 基本上都有 比丘或者菩萨 带重情法 这个很重要 因为 请法以后呢 佛陀 就知道 大众 到底 想听什么内容的法门 就可以对积说法 当然 就算有人 请什么法 佛就早就知道了 这些大菩萨 或者是大比丘 出来请法 也是为了让与会的大众 能够明白 这次法会 要讲哪方面的内容 给大众呢 一种提醒 让大众呢 都能够各满所愿 因为这些大比丘 大菩萨 都具足神通 在会的人 到底要听什么法门 听哪方面的内容 其实他们心里 也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们的表达 都非常的准确 这样的话 就有情 有说 来成就 这样一场法会 由于这个法门 是大圣 的法门 而且非常殊胜 所以 请法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 菩萨里边 表智慧的 文殊 施力 菩萨 在这里讲 慢书施力 法王子 就是指 文殊菩萨 为什么叫 法王子 因为 十地的菩萨 受了灌顶以后 他们的智慧 已经 最接近 佛陀 使 佛所 化身 使 法王子 法王是谁呢 法王就是佛 所以 法王子呢 就是 大菩萨 够得上 法王子 称号的人 一般都是 第十地的菩萨 在有些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 等觉菩萨 也 包括在 十地菩萨里面 但是 有的时候 分开来说 十地以上 还有等觉菩萨 也就是说 像文殊 施力 菩萨 这样的大菩萨 其实 他们都已经 达到了 等觉菩萨的 这个位次 虽然如此 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从来也不会说 他们已经是佛 虽然有不少的菩萨 本来已经成佛 但是 当他们祝佛 法画的时候 仍然化现作 菩萨的形象 来帮助这里的佛陀 教化众生 佛佛 都是这样 互相 帮助的 我想 释迦摩尼佛 如果在别的 佛的世界里面 化现的话 也不会以 佛身 化现 他也是化作 菩萨的形象 来帮助 其他的佛陀 弘扬正法 因此 菩萨成佛 微神 还是要仰仗 佛陀的微神 才能够 请法 而不是按照 自己的意思 来请法 所以这一句 其实蛮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 每位居士 每位修学者 要学习 要懂得 请法 要会请法 大部分的人 不懂 所以呢 长期以来 就是自己 默默的学习 很下功夫 遇到比较 殊胜的法员 也不懂得 请法 我经常听到 有些 菩萨和法师说 来我们这里玩啊 在我们这里 多住几天呢 他就不说 要请法师 讲一个什么经 或者讲一个 什么专题 他不说这句话 让我去玩 我不会去玩 让我去住 我去住这干什么 如果说去 请法 我们会做安排 那么早早 早早的就做 有关相应的准备 像我们这次 来这里 讲经 说法 都是在 几个月以前 就商量好了 就开始做相关的准备 那么现在 因缘成熟了 在这一天 准时的到这里 就开源 说法 说法呢 有一定的 移轨 也有一定的 形式 一般来说呢 照着经典里边的 就是这里所介绍的 曲弓合掌 曲弓呢 就是把身体要弯下去 合掌呢 像我们现在这样 合掌这个 大家都知道 印度比较热 偏袒右肩 右肩 它是胳膊 是露出来的 因为中国 和印度的气候 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习惯 里边还要穿海青 右膝着地 这是狐贵的姿势 不是我们现在的 常贵的姿势 这两个姿势 有区别 然后呢 向佛陀 说 世尊 我们 非常的想 听佛演说 这样一些 诸佛的名号 什么诸佛的名号呢 下面有 这里就不具体介绍 心里边呢 都很清楚 为什么要演说名号 因为名号 因为名号 是佛的功德的几句 一句名号 一句名号 一句名号里边 他集聚了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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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世 累世 修行的 功德 功德 所以我们念一声佛号 能够能够信具足的念 那善根就更加深厚 和佛号呢 就比较更加相应 佛号的功德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无量无边 如果有人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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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开始有这个功德 从我们无始旷界以来 第一次曾经听到某一个佛的名号 从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八十新田当中 种下了一颗成佛的种子 第一颗种子就是从那个时候种下的 也许别人无心 我们也无意 可是伊利尔根永为道种 金刚种子就是从那个时候种下的 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的人 不是仅仅我们自己念 因为我们念的时候有一些众生 他无疑之中也听到了这一声名号 那么同样通过我们 他就种下了这颗不可思议的成佛的种子 所以念佛的功德也非常大 道理还有这个意思在内 请佛演说 诸佛的名号 以及本大院的殊胜功德 除了名号以外呢 还有诸佛的本院 这里讲 这里讲药师佛的十二大院 阿弥陀经里边 无量寿经里边 观无量寿经里边 讲到了阿弥陀佛的大院 无量寿经把这些大院 综合起来 有人很细心 那么就总结出一共有四十八大院 药师经里边所说的十二大院 不用总结 一条一条已经很分明 十二大院 当然每一个大院里边 其实还包含着若干的小院 为什么诸佛会有那么大的功德 是因为他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发了种种的大院 据说 本师释迦摩尼佛有五百大院 所以这里 苏婆世界 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教化众生的地方 这个苏婆世界 其实是本师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我们每一位同修 和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因缘也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因为我们就生在这个苏婆世界 我们听闻到的所有佛法 都是本师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的 这个钥匙法门 殊胜无比 也是本师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的 阿弥陀佛的法门也是一样的 所以才说 释迦摩尼佛是我们最根本的老师 不论我们修什么样的法门 我们都要知恩报恩 感恩戴德 如果能够真的 知道佛陀对我们有怎样的恩德 每一个人都会拼命的修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佛陀的教化 每一尊佛都有自己的大愿 虽然我们平常说诸佛的通愿 在修菩萨道时 有四弘式愿 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 但是还要有具体的大愿 除了这些具体的大愿以外 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在不同的修学阶段 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小愿 这些小愿综合起来就是大愿 这些小愿的每一步的实现 都成就大愿 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知道要发大愿 还要知道发小愿 每一个具体阶段上 发一些很具体的愿 然后逐渐的圆满我们各种大愿 阿弥陀 阿弥陀 文殊菩萨请法 是为了能够使所有当时与会的大众 以及未来式的所有的众生 听闻到要使流离光如来的名号 听闻到要使流离光如来的本愿 听闻到要使流离光如来 这样殊胜的法门都能够消除业障 利益这些众生 使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乃至解脱和成佛 解脱果是大涅槃 佛果就是大菩提果 所谓成就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说两足尊 那就是福德和智慧都圆满具足 如果我们能够具足 不单能够得到佛的究竟涅槃 大涅槃的果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烦恼 哪怕是最微细的烦恼 哪怕是没有能够献出来的烦恼的习气 以及烦恼和习气的种子 也都消除的干干净净 这个就叫正德佛的大涅槃 心经里边叫究竟涅槃 那么和阿罗汉辟之佛的涅槃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他们的涅槃会灰神灭至 而佛的涅槃不会 佛有报身和千百亿的化身 永远利益众生 下面所说的向法转实 就是正法过去以后向法 向法再转到末法 总而言之 在有佛法的时期都不断的能够利益 相应的众生 我们再看下一段 尔时世尊赞慢疏失利同子言 善哉善哉慢疏失利 如以大悲劝情 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 为把业障所缠有情 利益安乐向法转实 诸有情故 如今地听极善四位 当未辱说慢疏失利言 为然愿说我等乐文 文殊失利菩萨带中情法以后 世尊就赞谈文殊失利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童子 当时在印度 有童子这种说法 并不管你岁数大小 你只要没有结婚就叫童子 就像我们中国人 女众你没有结婚 你到了八十岁 也可以叫你姑娘 因为没有成家 那么在佛教里边 所说的童子 就是修清净行 没有任何染物 这样就可以成为童子 佛说 善哉善哉 这句话中国人都懂 外国人呢 恐怕就不太容易懂 翻译出来呢 就是很好很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佛赞叹文殊菩萨说 你能够以大悲心 因为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让众生能够 离苦得乐 当然就是大慈悲心 为了利益众生 劝请我释迦牟尼佛 来宣说诸佛名号 以及诸佛的本愿功德 为什么呢 为了 把业障所缠的 有情众生 我们为什么轮回 是因为有业障 被业障所缠 什么叫业障 不想做的事 你必须做 没有办法 被一种业力所驱使 所推动 大家时时刻刻 能够感觉到这种 无形的强大的力量 本来我们要学佛 可是呢 有种种的世间的烦恼缠绕 使我们不能够顺利的学佛 你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法 其实还有不少的人想来 可是他没法来 因为要上班 或者家里面有小孩子需要照顾 有种种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属于业障 那大家能来 说明呢 机缘就很好 业障轻微 因为你要来 你就能来 其他人想来 来不了 要知道 在这个缩破世界 在大家的烦恼缠绕之下 如果有机会 听到一句佛号 都能够得到安乐 何况剧足 听一部讲经呢 当然那个功德 就极其的殊胜 不可思议 佛陀的教法 从两千五百多年以前 传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正法 像法 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 第一个一千年的中间 到这种时候 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得到经书 我们还能够有 像现在这样 一个论坛 一个讲坛 能够听 听闻佛法 还有人 能够按照这个经书 来代佛 宣说正法 这实际上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 你看地球这么大 虽然说地球在宇宙当中 几乎是微不足道 可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地球也蛮大的 人口也不少 那么在这么多人 众多的大众当中 究竟有多少人 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当中 究竟有多少 能够有机会 听讲经 并不是很多 能够听到 周祥的 讲经的机会 不是很多 虽然寺院也不少 法师不算很多 也不算特别的稀少 并不是每个法师 每个道场都 开办讲经的法会 也不是每一个法师 都能讲经 这个要机缘合合以后 才有可能 所以我现在呢 发愿 我要多多的讲经说法 而且我发愿 只要有可能 我就来开办 讲经说法的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 不论是法师 出家的男女二众 都可以学 在家的居士 男女二众 也可以学 红法 并不是法师的专利 自古以来 乃至佛陀的时代 也有居士说法 最有名的就是 维摩基居士 维摩基居士 其实已经成佛 他为什么要化现 做一个在家的居士的身份 讲经说法 就是告诉我们 居士也是佛弟子 凡是佛弟子 都应该能够 弘扬佛法 弘扬佛法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要讲经说法 佛陀四十九年 基本上都是讲经 如果不讲经 怎么能够留下三藏十二部 如果这三藏十二部 我们不去说 那么等着谁去说 有人说我们等着 有大菩萨来说 等大法师来说 等善知识 我有的时候说 大家不要等 你有那等的功夫 你要发愿 自己来做善知识 这就是说 每一个佛弟子 都要勇于承担 如果这样的话 每个人能够发现 在你所可能的范围之内 你适当的弘扬佛法 哪怕是你只讲三规五界 那么就能够使佛法 普遍的洪传开来 就会越来越好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也和我一起来发愿 阿弥陀佛 向法转时啊 就是在佛法流传的过程当中 它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 虽然说法轮常转 但是这个法轮它有实解因缘 我们平常说有三个时期 正法 向法 末法 它会发生变化 越是望后 人的根基呢 就比较差 因为根基好的人已经得度了 后面的人的根基呢 慢慢在成熟 它需要一个阶段 而且呢 逐渐成熟了的人 又得度了 后面再又慢慢成熟的 这个是有限度的 不是没有限度的 因为有些时候啊 这个善根不能马上成熟 还要再等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才会有三个时期的划分 那么末法时期过去以后 在人间佛法没有了 不是全部的佛法都没有了 是说人间的佛法不现前了 为什么不现前 因为没有人学佛法了 为什么没有人学佛法了呢 因为该度的都度了 剩下的人善根还没有成熟 要再等待 而我们现在这些同修 我们身处末法时期 说明我们的善根 在这个时候 逐渐的在成熟 正法时期 我们在成熟的过程当中 像法时期 我们一直成熟成熟到现在 现在居然我们还能够遇到佛法 还能够获得最宝贵的人生 说明我们的机缘在末法时期 比较成熟了 我们应该在末法时期得度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因为我们不单 是本师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而且释迦摩尼佛 通过三宝 其中包括僧宝 那么一直住持佛法 住持佛法 到现在还能有这么殊胜的状况 这都是诸佛加持 三宝的力量 包括全世界 所有三宝弟子 共同努力 所以佛法到现在 尤其在我们中国 还有这么好的状况 这个实在呢 都是和佛的力量 加持分不开 和法本身具有的威力 加不开 分不开 也和我们四众弟子的努力 分不开 当然 和我们大大小小的法师 整个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大僧团 他的力量 也分不开 下面佛说 乳进地听 极善思维 这个乳 不仅是对文书 势利菩萨说 而是对与会的大众 以及相法转实 为烦恼所缠的友情 说的 第一听呢 就是仔仔细细的 努力的 好好的听 下面的极善思维呢 就说得更清楚了 因为文思修啊 听法的时候 要随文入观 这个随文入观 实际上就指的是 极善思维 一边听经 一边要思维 经文的意理 为什么在佛陀的时代 有些人一听了佛讲经 当下就能够正过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善根比较好 机缘成熟了 所以听经文法以后 就能够断出结实 结实就是烦恼 当下就正过 有的正虚脱寒 有的正斯托寒 有的正阿诺寒 阿那汉 有的正阿罗汉 有的得无声人 有的得无声法人 等等 那我们在座的同修 我们不知道 谁是佛陀的化身之一 我们也不知道 哪些是某个菩萨的化身 我们不知道 但是谁也不敢说没有 因为所有的佛 在照顾每一位众生 所有的佛和菩萨 都有化身 往昔都发大愿 永远跟着修行人 所以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有 因为佛 菩萨 关心每一位众生 永远不会放弃 直至这位众生成佛 哪怕众生掉到地狱里边 还有地藏王菩萨呢 地藏王菩萨有多少 无量无贬 分身无数 任何一个地狱里边 都有地藏菩萨 在找机会 教化众生 在地狱里边都有 那在我们人间能没有吗 佛菩萨 永远关心每一位众生 永远加持 照顾 寻找机会 帮助每一位众生 我们 要做的 就是努力去修学 你越修学 越能感觉到这种加持 你要不修学呢 就不大感觉得到 就像空中有 无量的电波 可是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机器 你不打开开关 不对上频道 你收不到 虽然你收不到 不等于没有这种电磁波 佛菩萨 像天上下雨一样 普遍的滋润大地 不论大树还是小草 都是一样的 那就完全靠我们修行的层次来感受 修行的越好 越多 越精进永恒 那你的感受呢 就越深刻 这就叫修行的体验 修行是讲体验的 要实修实证 那这个体验也是实实在在的 要不实修实证呢 这个体验似乎也是有一点虚物缥缈 所以我们一边听经 一边要思维 下面的文书实力菩萨说 唯然愿说 唯然就是佛陀说的对 是这样的 我们都非常愿意听佛来宣说 我们再看下一段 佛告慢书实力 东方去此 过十净且杀等佛徒 有世界明静流离 佛号要师流离光 如来应正等觉 明行圆满 善事世间皆 无上师条育丈夫 天人师 佛博切范 慢书实力 彼世尊要师流离光如来 本行菩萨道实 法十二大愿令诸 所求有情所求皆得 佛对文书菩萨讲 东方 东方 离这里 再过石横河沙的佛徒 有一个世界叫做静流离 那里的佛的名号 是要师流离光 下面是佛的十个名号 静且就是横河的名字 我估计这个静且呢 是阴义 而横河呢 是义义 静且杀就是横河杀 等佛徒呢 意思是比横河杀还要多 等等 那就是更多的佛徒 这样看来的话 要师流离的世界 据我们也是很遥远 如果用现代的科学技术 恐怕很难达到 因为现在 你无论如何 你的机器啊 这个飞行器 宇宙飞船 也不可能达到光速 怎么样才能到 这个世界呢 看上去似乎就很难 但是我们看 去西方极乐世界 几乎是一刹那就到了 那到东方流离光如来的世界 大概也是一刹那就能到 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有不少的人 心里边就有这个疑问 因为其实所有的诸佛世界 就在我们的心中 他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多大呢 小的来看呢 我们平常的人认为 就在我们这个肉体当中 大的来看呢 全部的宇宙都在心中 因为一切为心造 为谁的心呢 为每一位众生的心 每一位佛菩萨的心 个人的心 造个人的十方世界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和佛菩萨的心相应 我们就能够了解 其实这些世界 真的是我们的心所造的 好比说这个地球 地球我们 地球不是给哪一个人造的 每一位众生 都享受自己的那一份遗报 你能享受多少 那是看你的果报如何了 你是一个小虫子 你只能在小虫子 那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享受 你是一个人 你享受人间的这些果报 如果是你是天人 你享受的就更加广大 微妙 完全是 应众生心 限所知良 当我们成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感得 全部的世界 并不仅仅是 某一佛的世界 所以 任何一尊佛 他对十方世界 无所不知 可以分身无数 到任何一个佛的世界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心量 已经大到 和我们 本剧的这个真心的心量 完全是一致的 本来我们的心 也是这么大 可是被烦恼 缠住了 就显得很小了 比如我们一般的众生 执着于我们这个肉体 结果心呢 果然就在这个肉体里边 就显得不那么广大 就很小 有的人呢 心稍微大一点 雇自己的家庭 有的人心小啊 连自己家庭都不怎么管 再有人心量大 管民族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那如果心量再大 像菩萨 那就是十方众生的利益 都来管 所以修学佛法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扩大 我们心量的过程 当我们的心量 扩大到和佛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成佛了 因此不管哪一个佛的世界 距离我们多遥远 和我们的本心 实际上不隔毫分 因此如果我们念佛 就和我们所念的佛相应 我们到那个世界的话 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说一刹那 其实已经多了 这只是一个比喻 真的是同时就到 实际上 但是后面会介绍 这个法门有它 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你就算念药师佛 你求药师佛加持 有八大菩萨 士气道路 把你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想求生 要是琉璃光如来的世界 为什么把我们送到 阿弥陀佛那里 因为众生 它分别 所以佛 极力地赞叹阿弥陀佛 让大家不要那么分心 都集中起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算想到别的地方 把你都送极乐世界去 大家心就不分散了 就容易成就 所以现在我们有些人 不懂这个道理 虽然佛在经典里面说 念一佛名号 念一菩萨名号 等于念师方佛的名号 念无量佛的名号 可是有些人还是念很多 其实不需要 你就念一个就行 念一个功夫才容易成片 你念很多 它不可能成片 如果你念无量佛的名号 你一个只能念一次而已 你也这一辈子也念不完 那你怎么样去修定呢 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别的 你就一直念佛的名号 那也要念佛的名号 功夫成片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 但是今后你往生哪一个佛的世界呢 你心里面就会产生疑惑 如果你现在定了 那就没有疑惑 没有动摇 那就特别容易去 所以呢 这也是佛对积说法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不直接说 大家别走啊 我这世界也是净土啊 何必舍尽求远呢 因为本师释迦摩尼佛对众生太了解了 所以呢 本师释迦摩尼佛都介绍大家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说到钥匙世界的时候 在经里面也是有菩萨 领你去极乐世界 这样的话目标都一致 不容易分散精力 就更容易成功 下面佛说了 所有佛共同都有的十个名号 这些大部分人知道 有一些人呢 不是十分清楚 我们大概讲一下 第一呢 是如来 如来的意思 有很多的解释 不同的经典里面 说法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根本的意思是一样 如来就是如其本来 本来是什么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是什么 佛是觉 什么样的觉呢 正觉 圆满的觉 不能错了 我们修行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觉性 这个觉的心和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能够相应 我们这个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广大无限的心 而不是被烦恼所缠的这个小小的心 那个心本来就是如来 如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表面上看来有来有去 实际上没有来也没有去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就是如此 成了佛了以后 他的心量广大无限 怎么会有来去呢 他是硬众生的心 可以有种种的化线 本身他真的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就像一面镜子 照东西 远的就看着远 近的就看着近 所谓胡来胡现 汗来汗现 完全是根据你打到镜子里边的这光影是什么样 那镜子就反射什么 诸佛视线的都跟这个一样的 诸佛的机缘 不是 众生的机缘成熟了 诸佛呢就来化线 众生的机缘到这里差不多了 诸佛呢就不化线了 或者说不以某一种形象出现了 别的形象的化线还有 因为还有跟别的形象相应的众生的根基 因此我说啊 我们这些众生很有可能啊 我们的机缘就在末法时期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机缘成熟了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度 所以大家呢不能听说末法呢 就害怕说末法时期我们难度 不然 该度的已经度了 我们正是现在该度的 如果我们有信心和佛陀的法相应 我们在末法时期 恰好就得度 所以机会难得呢 如果听到这样殊胜的法门不能得度 就说我们的机缘还不十分成熟 如果你能得度 就说明了你的机缘真的是成熟了 因为这个法门极其殊胜 我们得度并不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 要靠佛的力量 靠法的力量 靠三宝的力量 应呢就是应供 因为诸佛已经修集了无量的福报和功德 所以他有资格接受众生的供养 因为他能给供养的众生以无比的利益 因此叫应供 正等觉呢也叫正辨之 也叫正等正觉 也是佛的一个名号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全部啊 是无所不知 佛是全知的 但是佛不说自己全能 不像有些 叫主 他们说呢 他们是 全能 全能的上帝 上帝不可能全能 他要全能他生那么大气干啥呢 不可能 佛都不说全能 上帝怎么能全能 佛有三不能 第一 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佛陀如果往昔和某一个众生没有缘 佛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根本就不听你说法 第二 佛不能度尽众生 众生无量 永远度不尽的 就算有 无量的众生 成了佛 另外还有无量的众生 这个无量的概念在佛法里面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了解 因为 都是 都是无穷无尽的 众生无尽 众生烦恼无尽 佛无尽 诸佛世界无尽 都是无尽 因此呢 每一位众生 都有平等的成佛的机会 因为 永远有众生让你度 永远还有无量的 没有佛的世界 等着你去 在那里去教法众生 第三 佛不能够替众生 消夜 众生要自己修行去消夜 虽然佛菩萨加持我们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最终是靠自己觉悟 自己来修行 断我见 然后断烦恼 明行圆满 是说 智慧和修行 两方面都满足 成了佛以后都满足了 因此叫明行足 或者明行圆满 圆满就是足的意思 善事是善于使烦恼消失 佛最后证得大涅槃 就是所有一丝丝的烦恼 都不会有了 烦恼有两种 一种是六道轮回的烦恼 一种是六道轮回以外 菩萨度众生当中出现的烦恼 当然还包括那些 微细难断的 极微细的烦恼 那些呢 他不障碍解脱 但是一定障碍成佛 还要把那些也断掉 因此呢 叫善事 世间解 是说 对世间的一切 都能够正确的结了 通达 没有一件事情不通达的 无上事是说 不论在人间 还是在天上 佛都是最高无比的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回向 请各位合掌 我们共同来念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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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真光法师 谢谢各位法师 谢谢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